6个最著名的工程事故 塔科马海峡吊桥 塔科马海峡吊桥仅用两年就修建完成 并且在当时是世界第三场的吊桥 然而在投入使用4个月后就坍塌了 1940年11月7日 塔科马海峡吊桥上的风速达到每小时64公里 由于设计师为了减少成本 把桥的厚度从7.6米缩减到2.4米 于是桥因为无法承受共振而坍塌了 凯越酒店 凯越酒店的建设于1978年开始 两年后开议 酒店内有三个悬挂式的走廊 由于在施工时把设计图纸上的一根长杆 换成了两根短杆 导致四楼的螺栓受力变为原来的两倍 于981年 螺栓失效下滑 导致四楼的走廊与二楼的走廊一起调到了一楼中坪 此次事故共造成114人死亡 216人受伤 对讲机大楼 位于英国伦敦的对讲机大楼 由于其外形独特 犹如对讲机 因而得名对讲机大楼 由于大楼的表面是凹回去的 而且大楼的表面全是玻璃 所以大楼会将阳光聚集在一起 大楼下面的车子 经常被大楼聚集的阳光烧焦了 利用聚集的光线 甚至还能尖属鸡蛋 为了保护这位的居民 只能在大楼最外面盖了一层遮光布 博维主教堂 1284年 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博维主教堂穹顶坍塌了 由于支柱间的间距问题 导致教堂还没有施工完成 就坍塌了 虽然有很多人试图修复这座教堂 但是均以失败告终 工厂爆炸 1919年1月15日 美国波士顿的一个工厂发生爆炸 此次爆炸导致1.4万吨的糖蜜泄漏 并淹没了城市北端的山野街 很多人被瞬间清洗而来的糖蜜包裹窒息而亡 也有一些人是被滚炭的糖蜜烫死的 在糖蜜的冲击下 很多建筑也被摧毁了 此次事故共造成21人死亡 150多人受伤 事故原因为当时的气温急速上升 导致糖蜜发酵产生了大量二氧化碳 进而导致糖蜜储存罐爆炸 比萨斜塔 世界文明的比萨斜塔 最初的设计并不是斜塔 而是一个垂直树立的钟楼 1174年 比萨斜塔开始建造 1185年 当建造到第四层的时候 发现由于地基不均匀和土地松软 导致钟楼已经倾斜偏向东南方 工程因此暂停 1231年 工程继续 建造者可以将钟楼上层塔建成反方向的倾斜 来修整下面四层的倾斜 1278年进展到第七层的时候 再次暂停 1372年钟楼完工 由于钟楼有倾斜的危险 因此钟楼上的漆口中 始终没有敲响过 听说长安点赞会让你好运连连 评论区留下你的观光感吧